以下是農曆四月 無論上星還是太陽磨蠍座 香港人又叫山陽座的星座運勢 不過正如早前宣佈 今期無論是金星或月亮磨蠍座 都麻煩一定要聽完這片段 不過只限於最後的訊息 至於是甚麼訊息呢 你們聽到最後就不知道 所以麻煩幫忙發揮新聞 因為我不希望有任何金星或月亮磨蠍座的人 失敗了這個很重要的訊息 因為真是救到人的命 不過不是叫救人的命 而是做人的命 無論如何 我現在說回上星或太陽的訊息 農曆四月 你們是完全可以與工作於娛樂 工作會帶到很大的滿足感給你 第一個體驗就 純粹很簡單 錢 我當你們來了是加了人工 又或者你們接下來是會多勞多得的 即是可能 我不知道 轉了你們那個新仔 或者你們一向都是 回到一些會收peace rate的工作 那就純粹多勞多得這樣 所以如果是這樣就有些變態 不可以說變態 很多香港人都會說 一閃大眼就好不想上班 想奶床 但你們就真的充滿幹勁 但第二個 原來你們接下來上班的環境 是很開心 很有善 充滿了很多喜慶 例如有人請喝 會給你餅卡 你們就替他高興 通常有些人都會比較怕紅色炸彈 但我當你接下來派餅卡的這個同事 是真的你的一個好戰友 或者你真的很欣賞這個上司 你很看重這個下屬 你真心是替他高興的 接下來他有這些東西 你也會衷心祝福他 或者有人生嬰兒 派薑醋 或者有些人送禮 而這個禮是包括散水餅 好 那我又假設 如果有一條 就是有一條 壞人 我想爆了 有條壞人 你一向很討厭他 那他現在有派薑水餅 你又可以吃回 不過算了 吃甚麼 即是一個蛋糕而已 OK 有幾錢而已 Anyway 你又可以吃到他的東西 然後你以後又不用見到他 去獨眼獨鼻 那你就雙重開心 就是總之 上班後你會覺得很開心 OK 那第二個 就是有一些更加是 令到你會充滿鬥志 還有覺得是很刺激的東西 哎呀 原來是甚麼呢 是拍拖 公司戀事 不過 如果不搞到那麼敏感的話 就退而求其次 你們接下來跟一些 即是職場裡面的人 做到朋友 都可以是成立的 尤其尤其 尤其 如果這個對方 即是這個同事 喂 或者你下屬都可以 你上司都可以 尤其如果他是男性的話 那你們接下來 很大機會 會拍拖 或者是做到朋友 為甚麼呢 哦 原來這個對方 他非常之風趣 最有好嗎 好鬼馬 好精靈 經常搞到你騎騎笑 那你會覺得 哎呀 每一天上班都是一個享受 是啊 那 噢 再說一次 不一定拍拖 對方你純粹跟他做朋友都可以 又或者 其實女性都可以 對方是女性都可以 只不過我說 如果對方是男性 那麼那個機會會更加高 Anyway 但是這個新的情義 是的 即是中文字這個情義 就是包括任何種愛的情感 無論是愛情或者友情 OK 但是這個新的情義 那其實你們又不會說 非常之 嗯 嗯 就是非常之 令你發光 啊 嗯 是的 一個頭蹤過去 那你們都不會說 太過認真的 但是 起碼你們會有一個 開始的那個開心 就是可能和人曖昧一下 或者 和一些新的朋友 close了少少少 都會有些開心 但是長遠 其實你們都會很懂得去修製 因為其實摩蠍始終出名 是懂得去計算 你們深明白 商場如戰場的道理 以及公司拍拖 這些是很敏感的 即是無論任何 一些太close的關係 但是始終因為犯工 是不是 其實同事其實是敵人 始終會有利益衝突 那 還有例如最近有一個很熱的 topic 說 有兩個女生A A B A 就想著跳槽找工作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最近很出名 A 就去找新工 然後 他就跟B 同事 閨密說 哎呀我找新工 怎樣怎樣 然後Boy 就不斷問他 哦是呀他問了你什麼 他那個 會給多少錢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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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最後發現了 是B偷偷地去 找這份工作 然後他見得成 即是之前他對A去撕探軍程 所以可能你們都會很明白這些事情 所以你們都不會太過失勢方寸 你們都還是很冷靜很理智的 那都是幾典型的摩蠟 根據星象我們這裏見到的話 好啦 最後來到最緊要的訊息 其實反而這個訊息就是這樣的 他對太陽或者月亮或者金星的摩蠟 再說一次香港人又叫生陽座 那個影響是100%的 是很大影響力 反而他對上升的影響就小一點 但是都很大的 都還有我會說有80% 是啦 那就不論男女 不論男女 只要你的星盤裏面 你是太陽或者月亮或者金星 是摩蠟 或者上升去摩蠟 是啦 那對你會有一個什麼影響呢 就是要多謝行星 是啦 行是永恆的行 Fixed Star capitalist 你們接下來會有很大的機會 是成功做人 是啦 這就是一個最重要的訊息 還有什麼叫行星 Fixed Star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火土星 是叫Planet 行星 行老的行 銀行的行 但是我現在就是說 行星銀行的行 而不是行星 而不是行星銀行的行 OK 是啦 一個幾好的Wordplay Anyway 是啦 是啦 我會說成功做人的機會 打了兩倍 打了兩倍 OK 但是呢 所以啦 不上山的話 你們就要做了安全措施 但是 是幾時起啦 對不對 我會說 原來這個來緊 就是這樣的 由四月初八起 計三個星期之內 四月初八起 計三個星期之內 OK 但是我想說呢 那真正是哪一個時刻呢 那就是人人不同的喔 所以其實它是有日子選 甚至是有時間選 究竟你們是什麼時候去行房 就會加大那個機會的 OK 那如何人人不同呢 就 depend上你們自己 升盤裡面那個日月金 或者是上升market的那個角度配置啦 但是因為我是臨時才發現這個 這麼黃金的機會啦 因為我是做今期新聞我才看到的 OK 我看到旁邊那顆 行星capolis在那裡 就是還有去 就是總之有些很漂亮的東西啦 OK 那所以呢 這個摘日 包括摘時的service 我只能夠開放到15個quota 因為我當去到第16個的時候 其實可能都已經會 就是已經過了這個黃金時段啦 就是初八起三個星期之內 是啦 就是因為我不可以一秒快 我是真的要準確的嘛 然後我要做準確的事情 其實是要很多的功夫的 OK 所以我只能夠開放到15個quota OK 但是無論如何 我一定會特急處理的 是啦 所以你們不需要排本身的算命隊 因為其實這個已經是屬於 算命的服務的啦 你們如果看我Google Doc 我在最下面 是不是service ServiceL 我們不知O 我忘記了啦 就是有債人服務的嘛 這個其實已經是屬於算命服務的 但是因為這個特殊情況 你們是可以打尖 所以麻煩本來如果你們已經 即是有其他任何人 排算命的隊 不要介意啦 因為正所謂 做人一命性做七級浮逃 好 Anyways 如果是想找我去做這個 超突快算命服務 而不需要加額外的費用的OK 但是呢 都要請你們看Google Doc Page1那個table 和ServiceDot先 就以準備所需的資料 但如果你說 唉呀我 不需要 擇一擇時服務啦 那你便由初白起 三個星期之內 你日日夜夜開工啦 但是我怕你們精進人亡 人亡者OK Anyways 祝你們接下來好運啦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V YouTube 都記得要 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下有沒有財蛋 坦白說 我塔尖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即是有時我講宇宙大時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